有粉丝说 一阶毒液豌豆能轻松打败满街巨人僵尸 真的假的 嗯 在上期视频中 一生对比了不同等级的三大毒性植物 有粉丝留言说 除了敬畏巨人僵尸外 一阶毒液豌豆射手能轻松打败满街的巨人僵尸 功夫世界的两种不安分的巨人僵尸不进行测试 一个能到处飞 一个能召唤小怪 实战不好测试 哦 首先登场的巨人僵尸来自神秘埃及 海盗港湾 黄野西部 为了不浪费小伙伴时间 播放速度都提高500% 巨人僵尸全部被毒液豌豆击败 兄弟你好厉害啊 第二批登场的僵尸来自 未来世界 摇滚年代 黑暗时代 往前冲往前冲 巨人僵尸全部被毒液豌豆击败 第三批登场的僵尸来自 巨浪沙滩 恐龙危机 冰河世界 巨人僵尸全部被毒液豌豆击败 第四批登场的僵尸来自 失落之城 摩登世界 蒸汽时代 巨人僵尸全部被毒液豌豆击败 第五批登场的僵尸来自 复兴时代 平安时代 童话世界 感觉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杀气啊 除了敬畏巨人 巨人僵尸全部被毒液豌豆击败 最后登场的是 背负皇后的敬畏巨人僵尸 一生认为毒液豌豆百分百打不过 小伙伴们怎么看呢